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,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到冰雪运动的竞技项目。 在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中,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雪上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,曾经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运动员,曾经获得过温哥华冬奥会女子铜牌的郭欣欣,就是她们当中其中的一位。 如今,郭欣欣作为一名教练员,正在为培养这个项目的后辈人才贡献力量。 2010年退役后,郭欣欣便成为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基层教练。 郭欣欣对记者坦言,相比于运动员时期,如今的教练身份赋予了自己更多的责任。 郭欣欣是中国队唯一能跳三周台,动作难度最高的女选手。 她曾三战奥运,也曾在各项世界大赛中折柜。 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上,郭欣欣以一枚铜牌结束奥运征程,同时也结束了自己20多年的体育生涯。 其实我们只要参加国际性比赛,每一场比赛都是很有意义的,也是经历的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历。 但是你要是说,最让我记忆忧心的这种世界大赛的话,那就是2010年温哥华那场比赛。 因为那场比赛是我人生在运动员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。 所以就是也是说,自己就是想在最后这一个星期,完全地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精神状态,把动作展现好,在奥运会的这个场地上完美地,画一个完美的句号。 从体操运动员过渡到蹦床运动员,最终定性为自由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。 郭欣欣说,作为一名运动员,最终的梦想就是在奥运会中获得奖牌。 虽然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没能源冠军梦,但郭欣欣依依旧无怨无悔。 2010年我确实是就是从心理啊,从技术啊,从自己的各项专项的能力相当,我成熟了。 因为经过06年之后,我又再一个四年的洗礼,我就更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 我就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,经历这个过程。 就是拿到奖牌更好,拿不到奖牌我也不后悔,因为我努力了。 只要我努力,我就不会后悔。 因为全世界那么老多的人都在练空中技巧,每一个人都想拿到金牌。 难道说,就因为没拿到金牌,我们就不是英雄了吗? 不是,只要你为了这个项目,为了这个项目的发展,你做出了你自己的贡献。 我觉得比拿金牌,拿奖牌更重要。 当教练之后,无论是赛场上还是训练的时候,郭欣欣对队员要求都非常严格。 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,郭欣欣的两名队员正在备战中。 未来,郭欣欣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,从而促进人才储备。 因为经济体育毕竟很苦,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项目想要发展的好。 那我就希望就是大众滑雪啊,百姓啊,就更多喜欢项目,宣传项目。 只有宣传好了,推广好了,才有人去喜欢滑雪。 那只有喜欢滑雪了,才有更多的孩子走进滑雪。 那对于我们这种体校式的,继承体校,了解滑雪的人越多,他招来的孩子也就越多。 那随着这个发展趋势,那我们也就容易找到好的苗子。 那我的梯队会越来越强大。 节目的最后,郭欣欣为即将征战北京冬奥会的中国自由滑雪队队员,送上了自己的祝福。 嗯,还有一个月冬奥会就开幕了,就祝福中国自由滑雪空中技巧队在北京,202圆梦吧。